欢迎收看梅子说 今天给您说说泰国的租妻服务 听说过租房租车的 但是你知道妻子其实也能租吗 在风俗行业异常发达的泰国 盛行着一种独特的现象 那就是租妻 不少欧美的退休老男人来到泰国后 会花钱雇佣一位年轻的泰国女孩 让他们既当情人又当保姆 而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 在泰国却非常普遍 甚至被不少泰国女孩 认为是赚快钱的脱贫洁净 那么泰国租妻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那些租妻的男人真的过上幸福生活了吗 租妻顾名思义就是指花钱租个临时老婆 也就是俗称的包养 虽然说在中国包养也不犯法 最多遭受道德的谴责 但大家还是有廉耻之心的 都是偷偷摸摸的进行 但是泰国租妻却真的可以堂而皇之的挣钱 在泰国随处可见租妻的广告 广告语也写得非常直白露骨 你是孤独寂寞的男人吗 来泰国找个女孩做老婆快活一下 在巴提亚曼谷等城市的街头 可以随处见到这样的临时夫妻 一个肥胖的欧美白人老大爷 牵着一个油黑瘦小的泰国女孩 泰国不少女人都从事租妻行业 可以说租妻在泰国非常普遍 一些外国男人打着旅游的晃子来泰国 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在泰国可以找到年轻姑娘 填补自己心理和生理上的空虚 来泰国租妻的外国人 大部分都是来自欧美国家的退休老人 他们拿着数额不少的退休金 来到泰国这片人间乐土风流快活 相比较欧美国家的高开销 泰国的消费水平非常低 这些欧美退销老头所拥有的财富 在泰国足以生活的非常随心所欲 通常来说租妻没有固定期限 非常灵活 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 倘若足够有钱甚至可以租一辈子 租客除了负责吃喝玩乐等一切费用 还需要给租妻足够的金钱 购买其时间和服务 泰国的租妻是明码标价的 根据每个带租妻子的质量和时间来定价 一般来说临时妻子素质越高 价格自然越高 学历高 年轻漂亮 身材好的临时妻子最值钱 当然长租和短租的价格也不同 租的时间越短 单价越高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高质量的临时妻子 倘若租7天以上 平均每天需要9000泰铢 大约和300美元 倘若少于7天 每天大概需要13000泰铢 大概和400美元 倘若租赁一个月 价格就便宜很多 差不多每个月5万泰铢 大约和1200美元 当然也有便宜的临时妻子 模样和身材都要差一些 价格也便宜不少 差不多每个月只要15000泰铢 大约和400美元 可以说是相当的划算了 当然如果实在钱不够 还想放纵 每个月花费7500泰铢 大约和200美元 也是可以租到妻子的 只不过只有又老又丑的村妇了 由于租妻在泰国算是合法行业 加上双方属于自运递接关系 要签署合同 除了没有法律承认的结婚证 租不来的妻子 甚至比真正的妻子还贴心 在被租用的过程中 他们不仅要提供性服务 还要兼职当保姆导游和翻译 差不多是白天洗衣做饭兼职导游 晚上洗澡谈心滚床单 当然这些租妻除了承担妻子应尽的义务 还不被允许随意发脾气 差不多雇主说什么就是什么 雇主既能体验到当丈夫的快感 还不需要尽责任 实在是非常的快活 租妻文化在泰国如此流行 背后是有历史原因的 越南战争时期 有大量美军驻扎在泰国巴提亚这个海滨小城 这些美国大兵拿着高昂的薪水 在训练之余除了喝酒跳舞 还急需解决生理需求 因此不少家庭贫困的泰妹就文风来到了巴提亚 之后租赁形式的临时妻子渐渐应运而生 美军撤退后 随着泰国旅游业日益繁荣 租期这个行业又找到了新的生存之道 不少欧美国家退休的单身老男人特别喜欢到泰国旅游 其中临时妻子的诱惑是主要原因 由于租期直接促进了泰国的旅游业发展 2002年以后 泰国政府就开始推出退休签证制度 并逐步降低申请门槛 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外国人退休后到泰国定居 只要年满50岁存款加上年收入不低于80万泰铢 大约和2万美元 同时能够开具出无犯罪记录及身体健康的证明 就能成功的申请到泰国的退休签证 到了2016年 泰国政府直接将退休养老签证的时间延长到10年 这样更方便欧美退休人士来泰国租期 为了租期而来到泰国养老的西方人很多 当然要想在泰国租到一位妻子也非常简单 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 在泰国网站上还有不少租期的中介网站 只要用英语输入rentalwife这类词语 就可以搜索到不少的相关信息 不少外国人来到泰国旅游以前 可能就已经联系到了一名临时妻子 网上支付了定金 而他们一下飞机就可以收到妻子的热烈欢迎 除此之外 在酒吧机场口等地方也有不少想要当临时妻子的泰妹过来搭讪 只要彼此和演员就可以一起度过接下来在泰国的生活 从事租期行业的泰妹大多家境贫困 想要借此脱贫致富 能够添置汽车或者房产 由于大多数欧美老头都很喜欢皮肤黑一点的女人 想要当临时妻子的泰妹都会努力把自己晒得更黑 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是黑珍珠 他们也会学习外语 尽可能的对这些外国人羡慕 既然是花钱 那就要价值最大化 所以雇主会经常更换临时妻子 试试不同的泰妹 而临时妻子们为了维持生计 也会周旋于不同的雇主之间 靠打时间差 多接客户 多赚钱 不少黑珍珠之所以要出租自己 除了想要获得金钱和享受富足的木质生活 他们还希望可以和雇主日久生情 生儿育女 甚至正式注册结婚 移民欧美发达国家 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合约结束 两人一拍两散 黑珍珠再去寻找下一个租客 久而久之 这些年轻的黑珍珠不再相信感情 也逐渐习惯风风合合 越来越从容的不断接受陌生男人给予的租用生活 还有一些倒霉的临时妻子 当老外走了以后发现自己怀孕呢 由于泰国是佛教国家 堕胎属于违法行为 大部分黑珍珠不得不选择生下孩子 正因为如此 泰国的混血儿才会格外的多 在泰国 不少外国大叔通过租期都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 但他们中有些人也被坑得很惨 2018年 一名52岁的丹麦男子在巴提亚坠楼身亡 警方在他租住的房间里找到了一封遗书 上面写着 什么都没有了 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原来这名男子在泰国租的临时妻子 通过各种方式将他几百万的养老金全部都骗光以后 人也彻底的消失了 人才两空的他一时想不开 于是选择了自杀 有的雇主虽然没有自杀 却在泰国变成了流浪汉 2011年退休后的美国老男人史蒂夫 与自己的发妻离婚后 拿着丰厚的退休金来到泰国 准备享受退休放飞之旅 最初有钱有闲的史蒂夫 在泰国巴提亚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 他被各种黑珍珠围绕着 好像身处天堂一样 然而随着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少 史蒂夫就想做点生意 多储备一些养老金 由于泰国规定 外国人不能经营个体店铺 也不能购买房屋 于是史蒂夫就将产权登记在了自己临时妻子的名下 没想到史蒂夫实在是没有经商头脑 做小生意 败光了所有的钱 最后他的临时妻子也选择离开了他 并且带走了他的房产 一无所有的史蒂夫 曾经试图向自己的朋友和亲人求救 但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最终他只能在巴提亚过起了流浪生活 夜晚睡在沙滩上 白天则四处找吃的 有时候甚至一两周都吃不上一顿饱饭 在泰国 租赁的妻子骗雇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大多数雇主都只能白白的上当受骗 要知道租妻能在泰国延延这么多年 甚至发展成为一项产业 也和泰国的法律有关 在泰国只要租赁双方签署了雇佣合同 无论哪一方吃亏都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完全无法享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些雇主被偏光钱以后 由于求助无门 加上没钱没脸回国 于是只能在泰国过起了流浪的生活 让这些流浪汉得到救助 有泰国的慈善机构伸出援手 为三百多名在泰国流浪的洋人提供吃住和法律援助 这些流浪汉大部分是欧洲人 已退休后的中老年人居多 他们沦落街头的原因几乎完全一致 身无分文后惨遭泰国的临时妻子抛弃 随着在泰国的西方流浪者越来越多 泰国开始试图和西方国家联手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丢失护照的流浪汉 曾经爱莫能助的欧美大使馆们 也开始积极为这些流浪汉提供帮助 近五年来光是英国驻泰国各领事馆 接待救助了2400名英级滞留者 美国大使馆也接待了超过1800名超期滞留泰国的侨民 并将大部分人顺利遣送回国 不过也有不少流浪汉不愿意回国 主要原因是害怕遭到处罚 泰国法律规定超期滞留泰国的外国人 要么会受到超过2万泰铢约合500美元的处罚 要么会被处以三年以下的监禁 由于欧美大使馆只替超期者联系他们的家人 不帮他们承担罚款 所以有些杨大爷因为害怕受到刑事处罚 甚至会选择继续在泰国过着风餐露宿的流浪生活 自从泰国军政府上台以后 就开始大力整顿泰国的外籍流浪汉 对这些没有什么油水 关进去还要费钱管饭 放出来却会影响泰国国家形象的流浪汉 政府会选择网开一面 只要没有非法从商也没做过非法劳工 即使没有钱也可能会得到特赦 不必被刑拘直接被遣送回国 所以现在的泰国街头外籍流浪汉 比前几年少了不少 然而依旧会有前赴后继的西方男人 以为挥霍光或被骗光钱财 不得不沦落成流浪汉 这些男人在来到泰国前都以为即将去的是天堂 却没有料到自己在被这些像石人花的黑珍珠们吸光血肉后 就会跌入无底的深淵 过着形式走肉般的生活 泰国政府虽然不断鼓励外国人来养老 实际上却很难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 毕竟对于泰国来说 靠有钱的养大爷们拉动旅游经济才是唯一的网道 至于那些输得精光的养大爷们 送他们回到来的地方就好了 真正能在泰国这个低成本的国家养老的人 要么有足够的头脑 要么就得碰上靠谱的租赁妻子 进了排斥洞的唐僧 如果没有孙悟空的保护 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